准政務委員張景深評論 問臨遠刀根案引發謙言大波 准行政院長臨全親上火線滅火 要借這次事件提醒團隊成員 人民期待他們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爭議 學者建議臨全應該要求團隊成員調整心態 注意自己身份已經轉換 如果不是將會自選臨全未來的領導威信 新內閣團隊舉辦政策溝通會議前 對於准政務委員張景深失言引發的爭議 准國葵臨全親上火線滅火 表示未來的都市更生 將會透過深入的社會溝通 來確保民眾的居住權利 並且經過公開透明的程序來執行 除了文林院案 張景深還曾經要求經濟部援降電價 亦都引發爭議 再加上准盧委會主委曹啟雄 日前的瘦肉精美豬進口言論 一再引爆新內閣團隊遭質疑的危機 對此臨全高分輩要求准內閣團隊 人民期待他們的是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爭議 台師大政研所教授 范世平建議距離不到一個月 新內閣即將啟動 臨全應該要求成員調整心態 注意自己身份已經轉換 重視團隊紀律 若不是會自選臨全的領導衛信 面對自己陰點的國員一再出狀況 原本的內閣政策溝通會議 因此更改為重要議題的溝通模式討論 就是希望透過內部的加強溝通 建立團隊默契 中文字幕組合2 感谢观看